散孝姐来预测KPL球击塞纵冠军了 马上就要进入这个KPL的决赛了 你们知道吧 对战的双方是武汉伊斯大和广州TTG这两支实力 这个战队 你们觉得谁才是最后的冠军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武汉伊斯大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最强打野花海 对吧 这个人很牛逼 他打巅峰赛一下就上巅峰赛第一了 还有中单那个兄弟也是非常猛的 外号西斯王 贼猛 所以说我感觉有可能是武汉伊斯大 因为他的英雄是太深了 而且基本上这个队伍没有什么短板 一个队伍有很多个carry点 他赢的机会就会非常大 五个人融入一体的 最后的比分的话有可能是 我觉得应该会打满BO7 武汉伊斯大四 广州TTG3 我还可以打架了 我还可以打架了 这就是那个人 我还可以打架了 你会打架了 我会打架了 你会打架了 不要打架了